大家好,我是小Sy 今天分享一道甜豆炒肉末的家常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甜豆清甜脆爽 好吃又下饭,还非常的下酒 做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颜色翠绿,不发黑,不花黄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新鲜的甜豆 我们可以看到甜豆个头比较大 将甜豆的外壳剥掉不要 剥掉外壳之后,拿一个甜豆 用手一粘,一下子就粘碎了 下面还有很多的汁水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甜豆非常的鲜嫩 等会儿抓出来非常的好吃 将甜豆全部剥掉外壳之后 倒入清水中清洗 这个甜豆是自己现剥的 在清洗的时候,我们只要稍微的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甜豆清洗干净之后 用一个漏勺将甜豆捞出来沥干水分 全部捞出来之后,放一盘备用 准备一块新鲜心的瘦肉 将瘦肉切成薄一点的长条 切好之后再改刀,将瘦肉切成肉丝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再改刀,将肉丝多成肉末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三颗大蒜 把大蒜搅拍碎 切到大蒜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三颗大蒜 将大蒜拍碎 拍碎之后再改刀,将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跟小米辣放一起 将锅烧热 放入一勺猪油 用猪油炒出菜 炒出来特别的鲜香 而且非常的好吃 油了之后倒入甜豆 再快速的翻炒 将麻豆炒至断生 将甜豆炒至断生之后 把肉末加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开中火 再快速的翻炒 将肉末炒熟炒散 将肉末炒熟之后 再跟甜豆一起翻炒 把甜豆和肉末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把小米辣大蒜加进来 再快速的翻炒 将小米辣大蒜炒出香味 炒均匀之后 炒香之后 现在我们来调个味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鸡精 再快速翻炒 将调料化开 让甜豆更加的清甜入味 接着加入少许的清水 加入清水可以稀释一下调料 让甜豆更加的入味 而且使甜豆更加的容易熟 接着勾入少许薄浅 倒入锅中 再快速的翻炒 将甜豆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出锅装盘 将甜豆装入碗中 一道非常好吃的甜豆炒肉末 就做好了 甜豆这样做鲜嫩入味 还非常的爽口 好吃又下饭 还非常的下酒 做法非常的简单 甜豆不需要焯水 也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 只需要加入少许食盐和鸡精就可以了 简单的食材 简单做 不用炒得那么复杂 这样保留了甜豆的原汁原味 这样做出来的甜豆非常的清甜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和关注吧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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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